原来国民党的这个这个卖台行为算是一棒接一棒 党军售的行为胜恭喜一棒接一棒 刚才我们看到年轻的费洪泰在那边跟这个我们赖清德委员对骂 没想到费洪泰这次没办法连任之后 有个马文君来帮费洪泰继承他的遗志 为什么 因为马文君真的捅到马蜂窝了 我公开建议马文君不用连任了 怎么说 专心面对使法 十年重罪 录音党就这份 这份录音党就是马文君大秘宝资料夹 两个音党是最关键 就是我用红线标起来的 郭喜批评SI与GL 以及持顾问柳昌长谈SI 为什么 因为这个录音党让韩方知道 SI正在帮台湾造浅舰 这是关键中的关键 所以这件事情会直接造成什么效应 第一件事情 六位SI的工程师 在韩国直接被韩国政府抓起来 关到现在还没有放出来 其中有一位听说得癌症 还没有保外就义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所有要帮助台湾的外籍工程师 会造成什么 寒蝉效应 第三件事情 这些六个工程师 原本有他负责的业务 负责到一半被抓了 我们是整体全部都要delay 这些东西 达到我们猜测马文君的原始目的 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猜测马文君 他就是要挡潜舰 所以现在马文君这三百分 他全骑了 那请问在这样状况之下 马文君还有什么为自己辩解呢 对刚刚那个画面让我感触很深 原来国民党的卖台行为算是一棒接一棒 党军售的行为胜恭喜一棒接一棒 刚才我们看到年轻的费洪太 在那边跟我们赖清德委员对骂 没想到费洪太这次没办法连任之后 有一个马文君来帮费洪太 继承他的遗致 为什么 因为马文君真的捅到马蜂窝了 我公开建议马文君不用连任了 怎么说 专心面对司法 十年重罪 你现在已经认为他是泄密罪了 刚刚是这样 马文君自己承认了 都不要说我们栽商 马文君自己承认说 只有把录音党 给了这个韩国代表处 对 然后给了这个什么什么国防部 国防部 调查局 然后没有给这个海军司令部 很重要吗 我们有人在乎 你有没有给海军司令部吗 重要啊 重点是你给了韩国 我们浅见资料给韩国人吗 这才是重点 谁在乎 你有没有给这个什么国防部 但他说的是 我给的是 许巧新手上那一份录音档 那一份录音档 所以我今天就来独家揭露 这份录音档里面内容有哪些 而且这录音档 为什么会造成我们浅见的危害 而后续郭喜博士口中 六位工程师被抓的实行是什么 好 录音档就这份 这份录音档就是马文君 大秘宝资料夹 里面有非常多东西 你看这都是M4A M4A就是音档 对不对 你看这里面非常多音档 是什么 郭喜骂人 柳喜骂人 柳喜骂人 柳思卫 柳思卫是柳厂长 可是其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音档 郭批评SI与GL 还有词顾问与柳厂长谈SI 我先把几个关键名词 都跟大家解释清楚 郭指的叫做郭喜 SI是韩国的造船公司 协助台湾做潜舰的 GL是英国的顾问公司 协助台湾去做潜舰的 还有词顾问 就是韩国的顾问 是一个忠孝 后来跟郭喜闹翻岁 偷入了 这些音都是词顾问 当时录音的 再来柳厂长 是我们台船的厂长 是我们潜舰能够成功的 四位核心人物 当这一份一大堆录音带 被马文君直接给韩国再来协会 也就是韩国的大使馆之后 两个音档是最关键 就是我用红线标起来的 郭喜批評SI与GL 以及词顾问柳昌长谈SI 为什么 因为这个录音档 让韩方知道 SI正在帮台湾造潜舰 这是关键中的关键 里面谈什么一点都不重要 里面郭喜批評SI有多烂 但也不是重点 郭喜想要另外开大公司赚钱 也不是重点 而是韩方拿了这份资料之后 他会惊觉一件事 原来我们在江南区的SI的潜舰公司 里面都是大宇造船退休的员工 以及工程师 既然正在台湾协助台湾造潜舰 所以这件事情会直接造成什么效应 第一件事情 六位SI的工程师 在韩国直接被韩国政府抓起来 关到现在还没有放出来 其中有一位听说得癌症 还没有保外救医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所有要帮助台湾的外籍工程师 会造成什么 寒蝉效应 因为任何一个工程师 有的是我们开大门走大陆 比如说英国就是技术输出 给我们很多东西 美国就是给我们非常多红区 可是有一些可能是来自于 不管是老大哥或谁的指点说 你可以通过什么什么公司 去拿到一些技术的时候 这些人会寒蝉效应 第三件事情 这些六个工程师 原本有他负责的业务 负责到一半被抓了 我们是整体全部都要delay 所以你可以看到 马文君把这个机密资料 交给韩国政府的动作 会造成我们浅见多大的麻烦 更糟糕事情是 马文君现在来辩解 没有啦 我只是在揭秘而已 我交给韩国政府 是为了查臂 我公开请教 揭秘查臂 你为什么不给我们地监数 为什么不给我们国安单位 为什么不给我们调查局 你为什么要给韩国人 这是马文君不能回避的问题 所以当马文君 面临到这件事情 被我踢爆说 马文君确实把SIA公司的资讯 浅见顾问公司资讯 交给韩国政府的时候 马文君轻则面临泄密罪十年 重则面临叛国罪十年以上 所以我才会建议马文君 你现在不用去想什么连任 你也不用去想什么选举 你现在请辞好好面对司法 才是你的正办 但请教正好 因为你刚刚有说 马文君的说法是为了要揭秘 查臂 那你说如果不是的话 那他为什么要把这些资料 给韩国呢 我不需要去踩射马文君 马文君可以因为单纯讨厌郭喜 马文君可以因为SIA公司 他想要赚这条钱 想把SIA公司剔除 马文君也可以单纯撒白田 我就想说 这个韩国的必要说我给韩国 我不需要去踩射马文君心理 那泄密就是泄密了吧 对嘛 你泄密就是泄密嘛 他的心理状态 是要他留着去跟法官求情来用 报告庭上反复马文君认错 当时一时不察是为了这个揭臂 这他的台词我不在乎 可是事实上真的面临的事情是 六个帮我们做潜舰的韩国工程 现在还关在劳力 这六个工程师原本的工作没有人接 未来我们要去找更多第三方协力者的时候 会有韩山效应不敢做 这些东西达到我们猜测马文君的原始目的 什么意思 我们在猜测马文君 他就是要挡潜舰 挡潜舰马文君有三招嘛 第一招冻结预算嘛 第二招胡乱咨询嘛 这两条我们都之前讲过嘛 第三招切断我们的技术来源嘛 所以现在马文君这三百分斧 他全齐了嘛 那请问在这样状况之下 马文君还有什么为自己辩解呢 我11点踢爆这件事 到现在三个小时 马文君没有任何回应 你要怎么回应呢 对不对 所以现在马文君跟徐小新出来爆料的那一段 都在这边嘛 郭喜骂人嘛 对不对 都这个嘛 对 郭喜骂人嘛 但是你最重要的两个 后面两个都还没有出来 不是谁在乎郭喜骂人 郭喜就是最爱骂人的嘛 谁说他旁边国民党都被他骂嘛 他骂人不是刚好而已嘛 但是他没有泄密 对不对 我们今天谈的是泄密案嘛 那马文君我们把这个 郭批评SI跟居有的录音带 给所谓的韩方 而且这录音带内容我都听过 我现在正在算到底 有多少国民党朋友上马文君这条浅舰 这条文君号嘛 目前叶元芝跟敬平哥都上了嘛 文君号嘛 对不对 那上错车可以跳车啦 真怪 上错浅舰 上错浅舰会被淹死 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等一下 时间跟画面都会留下来 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国民党现在帮马文君辩护的方式有两个 一个郭批是烂货 第二件事情 马文君泄密前韩国政府找知情 就讲这件事 对不对 第一个说郭批是烂货 小天郭批告你 我不会 我随便我跟郭批好的 你不用为我担心 第一个 国民党嘴里就说郭批是爱钱的啦 烂货啦 求欢悖剧愤而行凶啊 人品跟李正浩一样低劣啊 等等的 可是郭批怎样干我什么事 郭批又没有党公子 郭批只要赚到一块钱不是他该赚的 抓起来关 郭批赚的钱 不管是一块钱还是一百亿 合法的就让他去赚 这没什么好讲的嘛 对不对 你去抹黑郭批有什么意义 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马文君泄密前韩国政府找知情 法盲耶 国民党的朋友 泄密罪的成立要件是 对方知不知情吗 不是 是你有没有把东西拿出去啊 我告诉你什么叫泄密罪好不好 所有资料 网站不能下载的 你丢出去都叫泄密嘛 对不对 我以前打新竹弊案 以前 上个月打新竹弊案的时候 你讲的好像是上个事 恍如隔世 上段日子打新竹弊案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人被判泄密罪 对 因为每个案子 网站上都可以下载嘛 非公开资讯套路就叫泄密嘛 有什么好讲的 你随便走到一个 不要去太高深的公务机关 去什么中和区公所 板桥区公所 走到一个公务人员前面说 你刚刚签给科长人文给我看一下好不好 他马上叫警卫把你抓走嘛 你只要不能在政府机关公开阅览下载的公文 资讯传递出去都是泄密嘛 请问国喜跟前间公文公司私下开会的会议 是可供阅览吗 讲到SI工程师来台湾服务的过程 里面的业务 里面的内容 是在国防部网上找得到的吗 如果找不到 马文君拿给非司法机关以外的 就是泄密嘛 有什么好讲的 尤其来给韩国人 我讲哦 马文君把这个录音档哦 给台湾人都叫泄密哦 给台湾人也叫泄密吗 不能公开的你就不能公开嘛 公文就要是一般等级的 你也不可以给外人哦 对不对 所以马文君这边录音档 给台湾人都叫泄密 所以现在不用毁了吗 那国民党要帮马文君干嘛 所以我才讲嘛 上错浅见会淹死嘛 而且文君靠是三万块人民币 做出来的船嘛 会呢 很快会沉没是不是 只能去池塘捞海参那种等级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跟他讲 这不是基本的政治常识 或基本公共常识 泄密罪是这份录音档 我不要说给马文君 给马玉文都泄密好不好 对不对 结果你给韩国驻台代表处 背后引发政治效应 对不对 就算韩国驻台代表处 没有因为这个录音档 去抓这六位工程师 这些录音档都会变成起诉的证据嘛 会不会 一定会嘛 所以这有什么好谈的